欢迎来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不吝点赞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大跌了234.76点 跌幅高达2.14% 那么加权指数收盘是10748.92点 一口气跌破了月线 季线 半年线跟年线 那么成交金额也微幅放大到1574亿元 OTC市场更是惨烈 那么大跌了5.84点 收盘指数是142.70点 跌幅3.93% 成交金额406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资深分析师马基强马顾问 马顾问台北股市当中 昨天虽然是因为土耳其所引爆的全世界的股灾 但是台北股市跌幅要比全亚洲市场几乎是最重的 显然我们有内部的因素 因为外资卖超只有28亿元 可是反倒是自营商逃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我们的OTC的跌幅远大于集中市场的跌幅 要如何的来看待 好 风云早 大家早 我想在市场中每天都会有一些消息产生 那消息的产生对市场的波动一定会有一些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我想这个国际上的这些因素的条件 讲真的太多的东西是我们根本无法去做掌握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考量到就是第一个大户在其中 他的心态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在市场上当时的氛围是什么 那我想这个情况就很明显就回到这个 我们想到这个科斯多南尼先生所做的这个一个投机者告白里面 他说的非常清楚啊 两个论点 这两个论点呢 我想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 那这两个论点事实上 他也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 那怎么去厘清啊 我想大概就可以看到现阶段的行情的后续的走势 第一个就是他认为资金是决定股市的一个 或者金融商品啊 最主要的一个主导的方向 所以他当时讲就是说 再烂的股票啊 只要有资金愿意介入 他就会往上做上涨的一个动作 再好的股票没有资金介入的话 他还是一滩死水 所以资金是决定这个金融商品波动 最重要的一个动能 第二个东西他也提到就是说 主人与狗的这个理论啊 也就是说经济基本面 他是主人 那狗就是股票的价格 或者金融商品的价格 那股票的这个价格 或金融商品的价格 就像狗一样会上冲下行 来回的跑 但最终他还是要回到主人的身边 就是回归到基本面的一个条件 所以这两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在这个资金面 外移的现象产生的时候 他会找到下一个这个 在经济基本面比较好的这些族群 去作为让狗去表演的空间的一个位阶 那同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既然这个资金跟基本面 他最终还是不能够脱离 他一个相关联的条件之下 在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在之前也跟各位讲 就是说没有五穷六级的条件之下 但对于七上一段 我们开始报纸比较谨慎乐观的同时 要稍微注意到我们当时提两个重点 就是在八月中旬之前 就是这个所谓的半年报 那其实我倒不敢讲说像昨天 这个台股相对跌比较深远 是因为这个土耳其的这个里拉的风暴 我认为其实是跟半年报是有关系的 昨天红海三绿三角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上礼拜 上上礼拜我们是不是有特别提醒 投资朋友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像被动元件 透明度这么高的族群 包含细晶元在内 它的股价不断的往下修的同时 那这个时候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主人与狗的问题之外 跟资金的条件 资金在撤离 所以是不是股价一直不断的往下修 就是狗不断的往别的地方 在跑的同时 但是越来越跑的时候 当他与这个主人的 这个基本面条件的乖离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最终还是要回来 但是现在短时间是卡在这个所谓 这个筹码面的不安定的条件之下 所造成的一个下跌 所以准系晶元好惨 很惨 被动元件也很惨 被动元件也可以看 昨天有差不多这个九档的股票 是出现跌停板的 在这个被动元件里面 将近这个快一半都是跌停板 待会我们会在这边 再跟各位做补充 那我们在之前提到就是说 当半年报跟这个7月份的这个营收 都已经陆陆续续公布出来的情况之下 假设在下半年 大家要注意到 我们是不是已经上半年跑完了 那你下半年 剩下半年的时间里面 上半年你还可以稍微吹吹牛碰碰轰 对不对 可是下半年你只有这个半个年度的情况之下 对于市场的谨慎度 他在法人的选股就会更加的谨慎 可以小心 因为能够在上半年做检视的这些吹牛的股票 碰碰的股票 大概都在半年报已经告一个段落之后 下半年就是要持续看他是不是在 整个业绩条件能够有持续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就像我们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们提到在之前所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当你看到透明度最高的族群 细晶圆跟这个被动元件的股票 在大幅下修的同时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高本益比的股票 高档的股票 这时候就要稍微小心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像昨天的上市的股票里面 有18档跌厅里面 包含上柜有20档跌厅 你可以稍微仔细检释一下 包含大力光线的盘总统一度打到跌停板 对不对 这里面就是一个是高档的位置 第二个就是 你像莱德这种股票打到跌停板 对不对 但像很多这个没有本益比的 就是基本上在亏钱的公司 在这个地方你股价涨了一大段之后 就像我刚刚讲的 照妖镜开始要去显示它的功能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 就是被动元件这些族群里面 比方说你像国具这样的股票 以国具来看的话 昨天它没有跌停 跌了8个百分点左右 跌破600块 这一波的高价 从这个1300块跌破600块 已经腰斩了 那腰斩的情况之下 可是你看 按照如果我们假如 主人与狗的条件之下 讲实在话 国具的这个基本面 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而且透明度这么高的条件之下 照理说它应该要止跌 可是问题卡在什么 而且老板看起来是想要做多的 对 但是重点是我们刚刚 它的筹码面是 还是不安定的 对 那在昨天 我们来讲回到大盘跟这个OTC 昨天的OTC比较弱的情况下 这边OTC我认为是要提高警觉 原因是什么地方 就是说 我们常讲 如果市场的资金要做 开始大幅的撤离的情况之下 它在做调整过程里面 就是做一个头部 最终它会形成就是中小型股 因为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资金面的流通性的问题 所以它的撤离速度会比较快的 所以当昨天的OTC大跌的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昨天的大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这个 跌了这个2.13个百分点 对不对 可是这个OTC跌了3.93个百分点 对 所以你可以显现出来 就是OTC的跌幅是比较大的 这也就是说OTC的资金的撤离 是比这个大盘是更趋于明显的 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 昨天在K线上的架构 OTC是一个跳空长黑的情况之下 它也是一举灌破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所有的均线 在大盘也是 可是注意到 OTC是跳空下跌下来 直接跌破年线之后 往下灌压的 这个跟大盘是不一样 大盘是跌破了季线 跌破了半年线 跌破两百均线 跌破年线 它是一根一根线跌破 可是OTC是直接去跌破 这个地方的修正 跟过去所不同的现象 我们就要稍微 这个地方要提高 稍微警戒 所以OTC的弱势是更明显的 更明显 那这个调整期 就像我刚刚所讲 为什么我们在 在上半年的时候 五雄六雄 我认为没有的情况 但是我认为下半年 要提高警觉的原因 这个地方就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基本面 事实上 我想奉行在新闻节目中 也报道很多 我就不再做赘述 那到底警戒好不好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去做一些这个推估 那原本上半年 还有外销的畅望 对不对 那下半年 还有没有这个外销畅望 上半年内需已经开始了 那下半年 就是我们刚刚讲 从7月1号开始 内需的条件 其实从这个军公教的 这个年金改革之后 我想消费年龄 大家可以稍微去做 大家多加的密切注意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 一直跟各位提起 大家知道我不做空的 但是我一直提醒大家 在现行上呈现劣势的 空头排列的个股 一定要稍微谨慎小心 再回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之前提到过 如果细菌源 被动元件 透明度这么高的族群 它如果是走空头的话 那我要强调 我一直提醒大家 就是说 我认为空大概多头 也离去结束不远了 但是注意到 短线来就说 因为在昨天的几点 融资呢 这个OTC 昨天也是在融资减肥的 幅度非常大 对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到 我们来回顾到 今年2月份时候 那时候不是也是因为 0206 对对对 那时候不是大跌 2月6号也是大跌 那我告诉大家 那一波的大盘指数 包含OTC来看 我们先讲大盘 那一波是从 11,270点 那往下跌的时候 跌到10,18,89这个地方 跌了差不多将近 这个1000点的空间的位置的时候 这个融资是减了160亿 那融资减肥是很大 再加上急跌 所以那一波是有一个很强劲的反弹 在昨天大盘开始出现急跌的条件之下 这个时候注意到 回到狗跟这个主人的关系的时候 这时候被动元件 我认为这两三天 他会开始快速的去砍融资 这一波比较弱势就是 其实被动元件 因为基本面太好了 所以融资一直不减 到昨天才开始像国具 像质保 像利隆店 日电帽 光节 九豪 玉邦 这几档股票 我再念一次 像国具 质保 利隆店 日电帽 光节 九豪 玉邦 这几档股票 开始出现一些现象 就是融资开始减了 法人开始有点买超的 一个动作产生 那这个地方 但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 是在中小型的 这个所谓的被动元件 主情是比较明显 所以我认为 在未来的两三天 应该是有机会 在这个时候出现 急跌的反弹 对 就是被动元件 快速清洗服务之后 会有一波很强劲的反弹 一个力道产生 这个地方是投资可以注意到 可是能去抢吗 我想 大概资金上 要稍微做一下控管 资金上要稍微做一下控管 那因为 我们之前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如果 这个基本面好的公司 它没有办法做 有效的反弹条件之下 那至于其他类别的股票 那也不要 寄望太大的 就不用寄望太多了 那但是呢 这一波我们还是要强调 像一些整理形态 比较漂亮的 基本面也不错 比方说台新 柯兰 细格 这种所谓的 封测族群的股票 另外像 盛群 MCU的这些股票 这个地方 把人买出来比较积极的 另外包含像 益龙店 这些的 日洋 康苏这些股票 还有包含一些 PCB的真顶 像这些族群 是整理比较漂亮的族群 在苹果拉过相应之下 是稍微可以留意一下的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资深分析师 马季强 马顾问 提供给大家的讯息 供大家做参考